中國和新加坡在2月9日開始互免簽證 據新加坡旅遊局公布 2月入境新加坡的中國旅客達32.7萬人次 較2023年同期的3.53萬人次增長超過8倍 在中國民眾前往新加坡旅遊快速增長之際 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微信公眾號 週一發出公告強調 中國法律嚴禁賭博以及嚴厲打擊跨境賭博違法犯罪活動 即使境外賭場合法開設 中國公民跨境賭博亦涉嫌觸犯中國法律 尤其參與組織賭博、賭局等 將被依法追究責任 對於違法行為 市領館可能無法提供領事保護 公告用詞亦十分貼心 指十賭十片、十賭十輸 染賭之人輕則賭債前身、家財山進 重則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跨境賭博更可能帶來詐騙、洗錢、綁架、拘禁、拐賣、偷渡等風險 公告亦引起國際傳媒關注 並在週一的外交部記者會提問 究竟中國公民在海外賭博違反了哪條法律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這樣回應 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員劉瑞兆向本台表示 澳門開放自由行後 大批中國旅客前往賭博 北京都沒有提醒犯法 這個時候突然提出 顯示當局發現經由賭博洗錢漏洞嚴重 拒指大陸更擔憂人民海外賭博風氣 會回流到國內 某個程度上都會形成了一股賭風 反過來會倒逼在大陸裡面的賭博風氣 因為大陸現在公開是禁賭的 但是私下那種賭是禁之不絕的 所以有很多私下賭場等等 變成更加官方擔心會不會貪贓枉法的地方 至於中國開放澳門自由行之後 大批旅客前往賭博北京都從未禁止 反而在開放新加坡自由行後有動作 柳銳燒認為 澳門只靠賭博和旅遊衛生 沒有其他產業支撐 而且澳門賭博行業還有外交上的貢獻 因此大陸在回歸前已經承諾維持這種狀態 一部分的賭權是要開放給美芝的公司 以至澳門的財團都跟美芝的機構合作 原本是三個賭牌變成六個賭牌 也都是透過在澳門讓美芝參與賺錢 換取中美關係裡面有一些中國的好處 包括取得某些國際運動的主辦權等等 他認為中國今次發出提醒公告 主要是處理和防範一些違法行為 不會因此撤銷終身免簽證措施